人们经常把过桥米线视作是云南美食的在名词 这早上起来来这么一套那得多气派啊 实际上到了昆明我才知道 晨间时段大伙的餐桌上 可不太常见过桥米线的身影 基本都被另外两种美味给垄断完了 一个是咱们之前吃过的味香料足家茂丰富的卤面 另一个呢叫做小锅米线 这天出了地铁站正好就能看到这家铁锅 对铁棚小锅米线 注意看旁边还有一家水橙羊肉米线 我估计除了云南之外的地区 这种小吃大概率会被叫成水橙羊肉粉吧 瞧瞧人家这边粉弹不对米线店的觉悟 早就乖乖入乡随了俗 进行名称与口味上的本地化处理 所以咱在云南也不能老把粉字挂在嘴边了 扯远了赶紧先进来这家铁棚小锅 好好感受一下米线的独到之处吧 它家小锅米线的品种真不少 什么排骨肉丁杂酱香酥臭豆腐 若是内心不够坚定的话 选择困难症一定就会发作了 点了一个招牌的鲜肉小锅 用完了圈不到10块钱 感觉和卤面什么的都差不多嘛 不知道味道和分量究竟会怎么样呢 往里走了走 看到了一排排熟悉的数码小松锅 这属于是小锅米线的标准配置 只见师傅们倒上骨汤打底 拨撒配菜入锅 用高出锅边的大火苗子一顿加热 最后在天上酱料和鲜肉 以及特别制成的米线即可 据说这里每一锅米线都是随点随煮 所以很是需要那么点功夫 咱们看看 在长时间的等待中 小姐姐还不忘练习自己的甩汤技能 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突然说不要了 好 赶紧面会儿换下一锅 出了锅的米线实际是这样的状态 稍微有点晃动 碗边就会出现挂臂的现象 足以说明这碗米线的浓香与厚重 轻轻搅拌一下 会发现碗里面都有 我去怎么还有一块肉饼啊 要不说这种鲜肉的组织形式挺不错 平时我们遇到汤里放置肉末的情况吧 不管前期吃了多小心 好像最终都会陷入到 在碗里疯狂找肉的尴尬状态 这集合成肉饼吃起来就方便多了 够润也够香 泡在浓厚的酱汤里啊 吃着更是嗷嗷过瘾 不错 接下来赶快让米线也展现一下风采吧 呃 这米线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口感 因为它入口之后吧 总会在我的牙齿落下之前 就先礼节性的自我了状 整体吃起来可以说是把柔嫩放进了小车里 硬柔嫩 要不是因为带着酱香的汤底把米线的温度一直维持在两万多度 我光用舌头和塞帮子就能把它们给搅瀕碎了 但是话说回来 这种碎软的体验 对于我这个米线新手来说 着实不太能体会到其中的美妙 浓厚的汤底喝着很爽 清脆的韭菜也挺解腻 完了一甩这个米线吧 刺溜 啪 没了 不知是因为小锅的火力太强劲了 还是说这就是此种料理的特色所在 一连吃了几间小锅细米线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后来我听说其实这个米线 分为酸姜和干姜两种工艺 酸姜比起干姜来说 发酵比例更大 时间更长 这就让我想起来之前在贵阳吃过的牛肉粉 老板总会先问我 你要细粉还是要酸粉 那么那个粗粗的酸粉 会不会就是采用酸姜工艺制成的呢 于是我来到了这家 名为半坡私厨的小店 果断点了一个圆汤葱米线 依然是满满的肉块 依然是轻轻的韭菜 这是加点薄荷调剂咸蛋 再尝一口这浓浓的汤汁 哇 多少薄荷估计都调进不过来了 咸香又带上点净辣 还没往里加臭豆腐呢 就已经妥妥的属于重口味了 粗米线用筷子夹起来的瞬间 咱这手头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厚重 吃进口中则是更需要纯齿 多提供一点力道 才能把这存浸的米线给分解掉 当然了 米线的保温性能 依旧属于是天花板等级的存在 你看我已经吹了这么久了吧 想保住自己的上糖 一次也只能吃一两根 喜欢细米线的朋友呢 有时候会觉得粗米线不好入味 但是他家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烹的味很足 足到仅仅是挂在粗米线上 都能让它保持一股子浓香 哎 够劲 够爽 但问题就是爽过之后吧 一定会感觉有点口渴 这时候就得请他们家 另一个王牌登场了 免费果醋 瞧瞧 比较还写个谢绝四代容器 这个说实在的咱真得讲点功德 你看他们家提供这个容器就 哦 原来得拿这个碗喝呀 果醋从味道上来说 属于是香甜可口 厚调隐约的还有那么点小柠檬味 就是咽下去的时候啊 对喉咙也够刺激 然而几秒钟过后 我就完全适应了这种感觉 一口接一口的还就喝上瘾了 捞一口米线喝一碗醋 必须得说这二味真是绝配 这家店怎么都挺好 要说起来就是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 途步过来实在太艰难了 起名叫个半坡 谁曾想真就在一座大坡上 不过翻山越岭排半天堆 终于吃到的米线 也许日后也值得我去反复回味吧 后来回到市中心附近 听说有一家东春小锅米线 也是蛮有人气的老字号 顺道过来瞧瞧他家的特色 小锅宽面 嘿 这宽面配上了肉酱 还有叶子之后 满满当当真挺勾人食欲 加起来浅尝一下 嗯 麦香和酱香双双在舌尖占法 用不了三秒钟的时间 我那些沉睡的味蕾 就全都被这口宽面给点亮了 此时而有韧劲的宽面条 在裹满糖汁之后吃得特别痛快 配合鲜肉提供的一点咸 腌菜提供的一点酸 豆盐提供的一点爽 韭菜提供的一点清甜 味道层次可谓是丰富到炸裂 原本以为一早起来没什么食欲 结果三口两口就干掉了一大碗宽面 转头又吃了几个薄皮大馅的超手 这 今天基本上算是和午饭无缘了 小锅米线就是有如此的魅力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久不久就必须要来上一碗节节馋 无论是粗的细的 咸的甜的 还是揉的韧的 相信总有一种口味会命中米 有机会来到昆明啊 可以先不用满世界寻找 充满血头的过桥米线了 尝尝小锅米线 说不定就会帮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小锅米线 就先吃到这里了 咱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